大家知道猕猴桃还叫奇异果,是因为它是从国外传过来的,而奇异果正好是由它的英文单词刻意无意直接英译过来的,它以前读作PV Fruit,意思就是奇异水果,而奇异在一百年前的新西兰可不是视频网站的名字,而是一种鸟的名字, 因为这种水果长得和奇异鸟很相似,便被取名叫奇异果了,不过既然如此,奇异果传入中国以后,为什么又叫猕猴逃了呢? 说到这里,就不得不提到猕猴这个动物了,话说,曾经有着四大混世神猴,分别为灵鸣石猴也就是孙悟空,还有赤铐马猴花果山的马刘元帅, 还有个通闭猴在天地争霸美猴王中有这个角色,就是孙悟空爬梯子上天的那个电视剧, 其实天地争霸美猴王和云海翻腾孙悟空加在一起就是一整部的TVB版西游记二陈昊明主演的, 而张卫健主演的TVB版西游记一,在大陆引进的时候换了个名叫奇天大圣, 后来张卫健又拍了一部,名字叫做大话西游,就是经常唱大奔向会跳舞,小猴子会上述, 小方会讲冷知识的那一部电视剧,最后一种就是六尔猕猴,真假美猴王中, 那个假的孙猴子就是他,别看我这一段爸爸的说了这么多, 其实和猕猴桃是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,我就是想瞎扯了, 仅此而已,刚才说的那一大堆就当我没说过吧, 我们重新开始,其实,奇异果在叫奇异果之前, 它本身就叫猕猴桃,是因为猕猴喜欢吃它而得名, 而且猕猴桃还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国产水果, 在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新西兰教师来到湖北宜昌, 看着这水果不错,便弄了一点,移植到了新西兰, 后来,在国外转了一圈,改了个阳名而已。